嗨,清单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单思维课程的第14课室,也是倒数的第二个课室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习惯,每天都会花一些碎片时间来刷知乎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知乎给我推荐了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发现你的另一半出轨的? 我想这个问题,但凡有点好奇心的人都会点进去看,对吧? 而我也就点进去看了 看了一次过后呢,他就会给你推荐更多相关的内容 然后我还每天都把看到的那些答案当中比较牛逼的,当做段子,给我媳妇扒一下 结果有一天,我媳妇告诉我,像你这种清单空才真的恐怖好吗? 要是出轨的话,肯定会把所有有过记录或者值得怀疑的地方都列一个清单 然后对照清单,毁尸灭迹,我怎么可能会发现? 我靠,这突如其来的画风让我有了翻车的感觉啊 但不管怎样,对于像我这样的评价来说,我的心里真是美滋滋 所以啊,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有清单思维的流氓更可怕 OK,刚才说了个段子,现在借着这个段子在我们课程的最后再花一些时间来审视清单思维的力量 在训练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重复 清单它不应该仅仅是一项工具,更应该是一种思维和习惯 既然是习惯,那么它就必定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如何坚持下去? 毕竟,在训练营里,无论你坚持得多好 只要训练营一完结,你又是否能够完整地坚持下去呢? 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很多的工具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花很少的功夫就能养成凡事先列一个清单的好习惯 但是,要把这个习惯好好地坚持下去,可真是不容易 谈到习惯,我们就不由地会想到一个人,刘比歇夫 刘比歇夫这个人,他是前苏联昆虫学家、哲学家、数学家 一生发布了七十余部学术著作 从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到昆虫学等等 业余时间研究地找了分类,还写过不少科学回忆录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500多印章 500多印章哟,这约等于12500张打印稿 即使是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以上的这些资料来自于百度百科 而刘比歇夫被现代人广为所知 并不是在于他在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 而是因为他的一本传记书籍《奇特的一生》 书中讲述了刘比歇夫几十年如一日的使用时间日志的方法 来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日程,记录单位精确到一分钟 这样的时间管理方式被后人称之为刘比歇夫时间管理法 其实这只是一种很基础的时间管理方法,对吧? 仅仅是以时间轴的方式记录自己每天的工作 在我们的交流群里,一位同学分享的Pendo这个APP就能轻松地实现这样的功能 你再也不用用笔去写了 要把这样的记录方式坚持几十年,这可真不容易 反正现在的我是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的 但是清单这个习惯却被我坚持了下来 因为我太相信清单的力量了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在个人成长方面 清单还能够帮助你获得的几个好处吧 第一,清单能够帮助你缓解焦虑 我们先来回忆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你最近焦虑吗? 这个问题即使你不回答,我想我也知道答案的 焦虑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心理疾病的话 那么在当今社会上,这种疾病几乎患病率达到百分之百 对吧? 现在你可能正在为工作中的项目无法推进而焦虑 可能正为这个月贷款的钱没着落而焦虑 还可能为股票基金跌得太惨而焦虑 总之,总有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正在引发你的焦虑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诠释焦虑 焦虑等于关切加威胁 现在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等式 焦虑始于你意识到威胁的存在 这个威胁对你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比如说突如其来的暴风、地震或者是抢劫等等 但更多情况下,焦虑来源于一些非致命的因素 比如迫在眉睫的财源、关系破裂或者财务危机等等 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的话 都仿佛具备危及生命的理念 焦虑的另一个要素是关切 没有关切就不会有焦虑 关切是指对人或者是的在意 如果这份工作毫无意义 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备学选项 那么你对他的指望就不会那么多 失去他也不会感到焦虑 然而如果读书是你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 那每次考试都足以让你神经紧张 所以我们才说关切加威胁等于焦虑 而缓解焦虑的方法中最有效的一条 那就是列计划清单 如果你能够把正在焦虑的事情认真的思考一下 并把思考的过程列为一个清单 让自己的心里认为这件事情正在推进的过程中 这就是缓解你焦虑的过程 其实不瞒大家 我自己也有拖延症 而且很多时候我焦虑的原因就是因为拖延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出纸笔 来针对焦虑的事情列一份清单 你还别说 列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充满了能量 清单一列完 我去那马上就想开始去做事了呀 就像跟去吃了血脉一样 所以如果你正在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焦虑 那么不妨列一份计划清单吧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列清单可以增强你的掌控力 掌控力这玩意儿有多重要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美国的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 他们把实验对象分为AB两组 每组大概十来个人 两组实验对象都需要在极度嘈杂的环境中工作 对于A组的实验对象 心理学家是这样说的 你们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一天 但是对于外面的招生我们也没办法 而对B组心理学家这样告诉他们 你们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一整天 如果大家感觉到有点吵 那么可以按一下墙上的那个按钮 按下去噪音就会小一点 一天过去了 你们猜怎么走 A组的实验对象工作完成情况极畅 甚至有人出现了头晕头疼 呕吐等症状 B组呢 他们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工作 而且还没有一点点不适 注意更重要的是 没有人去按那个据说可以消除噪音的按钮 当然在那个按钮本身也没有什么用处 说是可以起到作用 但这些呢都是心理学家忽悠他们的 其实这两组实验对象 唯一的不同之处 仅仅在于B组有那么一个看起来 可以自己决定环境的按钮 对吧 但是实验结果却大相径庭 这就是掌控力的力量 还有一个例子 20世纪90年代 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养老院的研究 研究者想要弄清楚 为什么有的老年人在养老院变得容光焕发 而有些老年人的体质和脑力 却在不断的快速衰弱 研究者指出 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 容光焕发的老人能够对养老院里 严格的时间表固定的食谱 以及各种死板的规定 做出反抗 而这种反抗 就是他们在争夺掌控力的表现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而我 我相信你也是这样 假设你的车被躲在高速路上 这时你发现了一个出口 即使绕很远的路 你也可能会从这个出口出去 对吧 其实从神经学上来解释 这是有原因的 当我们有能力掌控局面的时候 大脑就会变得异常兴奋 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绕远路 但仍然感觉不错 因为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只要对于一件事情的决定权 还在你手里 你就有着更好的状态 更好的表现 而清单就是一种 帮助你找回掌控你的神器 当你感觉一件事情 快要失控的时候 不妨以待办事项清单 或者检查清单 或者流程清单的方式 把它进行重新梳理 这将帮助你重新找回掌控力 并重回机械状态 OK 刚才我们分享了 清单在心理层面的两个好处 现在我们再回到思维本身 在这个训练营中 我们的主题是清单思维 清单不应该仅仅是一项工具 而是一项强大的思维 思维的历练 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而我建议 如果你想变得更强大 最重要的是不再沉迷于具体技能的学习 而是把一部分的时间 花费在训练自己的思维上 就像李善友所说的那样 成年人的学习方式 是探索知识和技能背后的思维 在畅销书 从查理宝典当中 查理芒格提出了多元思维模型 他指出 用不同的思维模型来看待事物 你能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比如查理芒格他本人擅长物理学 用物理学来看待很多事情 就会变得非常有趣 非常简单 举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拿物理学来说 在物理学中有一个领域 完全就是一个荒诞的存在 那就是量子物理 甚至有这个领域的科学家 曾经扬言 如果谁说他非常懂量子物理 那就代表他完全不懂 或许量子物理所代表的思维 和原有的经典物理学完全不同 甚至很多教授 在教授量子力学的时候 会告诉学生 你们就只管用公司算 别问我为什么 你要问的话我也不懂 甚至我们的偶像爱因斯坦 也非常看不懂量子物理 对于其中的很多 无法解释的理论 爱因斯坦对量子物理的奠基人 尼尔斯·波尔说了一句话 他说 波尔 上帝不会自使矮子 波尔说 爱因斯坦 不要教上帝怎么做 而且还说道 我们是含着眼泪 在对抗爱因斯坦 老铁们 这可是爱因斯坦啊 一个仅凭一己之力 就跑完了整个相对论接力赛的人呀 说这个故事的目的 是为了告诉大家 任何一个人 不管他多牛逼 都会因为固有的思维 而受到限制 所以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 去拓展自己的思维 思维的深度 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 现在呢 我开始以拓展思维为目的 去阅读很多不同领域的书 比如物理学 数学 历史 经济学等等 尤其是经济学 它里面的很多思维 所象征的 才是这个世界 真实的运转方式 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每年掌握三到四个 新领域的思维方式 并把它列为一个清单 很多的学科 其实都有着它背后的思维方式 甚至是很多人当作故事来看的历史 在历史中 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必然性的 比如 为什么一个新朝代建立的时候 往往会迎来盛世 而一个久远的朝代 往往会面临灭亡 这其中 如果你总结一下 就会发现 这其中肯定是有规律可循的 它不仅仅是故事 故事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此 我们清单思维的正式课程 就已经结束了 下一课时中 我们将开始复盘 那么我们正式的课时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清单工们的陪伴 也衷心的希望 大家能够像我们本次课时中 所说的 把清单当作一项思维和习惯 持续的运用下去 我们在最后的复盘课时中 再见